说起娱乐圈新一代顶流女明星 95后的赵露丝一定必不可少 这位颜值与实力具备的新时代小花 凭借其甜美的长相和扎实的演技 在一众新人中脱颖而出 1998年11月9日 赵露丝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 赵露丝的家境也是比较好的 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企业家 妈妈则在家中做家庭主妇 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幸福 赵露丝的父母对他也十分宠爱 毕竟谁有这么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能挡得住他的魅力呢 赵露丝从小就被人夸精灵漂亮 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仿佛会说话似的 邻居们见了也纷纷夸赞小姑娘长得真美 但是赵露丝的父母对女儿不会溺爱 他们会满足女儿任何合理的要求 但从不会浇灌她身上的小毛病 所以赵露丝是一位没有公主病的公主 从小她就有着活泼可爱不矫情的性格 她的人缘也是非常好 小伙伴们都喜欢和她在一起玩 小时候的赵露丝便多才多艺 唱歌跳舞样样不辣 并且调皮的她 并不止步于这些女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射箭体操也是她的最爱 伴随着赵露丝渐渐长大 她发现自己对学习并不热衷 成绩一般也是中下游 但她的父母却从来不会因为 女儿学习成绩不好而责怪她 从小她就被灌输 开心最重要的理念 所以乐观的赵露丝也从不会因为成绩而沮丧 反而积极寻求自己热爱的东西 希望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目标 并且为之付出努力 这样长大后每天都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初二时 在一次校园会上 赵露丝偶然的自拍 让这个女孩的人生从此发生了转变 自拍照中的她 穿着校服 有着奇刘海 大大的眼睛让人格外瞩目 鼻梁高挺 樱桃似的小嘴 更是完美的恰到好处 很快 这一天然的美女就在QQ空间火了起来 不少人用她做QQ头像 空间背景等 可以说那时候的赵露丝 就是非主流的代表 更是很多人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赵露丝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小网红 成为网红后的赵露丝 并没有迷失自我 反而在中考后继续投入学习 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太好 但她也知道在现阶段 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高考结束后 她成功地考入台湾明道大学 在那里中规中矩地搞学业 但这时的赵露丝 认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不是在学术研究上 反而对演戏非常感兴趣 于是非科班出身的她 开始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赵露丝18岁时 机缘巧合之下 她被一所经纪公司看重 毕竟当年火爆Q空间的女孩 还是有一定热度的 对此机会 赵露丝也十分珍惜 便爽快答应了 2016年受公司安排 她参加了超级女生 在节目中 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同年 她又以中级特工身份 录制了综艺节目 火星情报局 这个在优酷热播的综艺 当时是非常受观众瞩目的 但是由于赵露丝的新人身份 在节目中 露面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少的 然而 赵露丝的长相和性格 让人无法忽视 尽管在一众人群中 仍然能够脱颖而出 在综艺节目中 她经常被指定 回答一些问题 而且每一次 她的回答都非常真实 其耿直的性格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随后 公司也安排她 参加了一些 电视剧的配角演出 其中有喜剧电影 缝纫机乐队 在剧中 饰演小护士的她 是专门负责照顾大佬的 并且 他们还有一场 浪漫的恋爱旅行 小护士青春可爱 博得不少人的好感 尽管她一直 饰演着并不重要的角色 但由于其 频繁地出现在 电视和综艺节目中 观众们对她的 熟悉度越来越高 终于在2018年 她参演了 由关小通等 一流女明星出演的 古装剧 凤秋皇 在剧中 她饰演马雪云 一个对男主 用情置身 却爱而不得的 悲惨女配角 赵露丝 凭借着扎实的演技 将一个女人 由爱生恨的转折过程 诠释得淋漓尽致 尽管之后的 她已经恶化 但很多人 对着这张脸 根本恨不起来 反而有不少人 评价这部剧中 演得最出色的 便是赵露丝 之后 赵露丝继续参演 古装美食剧 蒙七十神 在剧中扮演歌女 柳依依 其惊艳的造型 和绝美的五官 让不少人为之沦陷 同年由她主演的偶像剧 哦 我的皇帝陛下 也在热播 这部电视剧的题材 还非常新颖 是关于平行世界的故事 赵露丝饰演的 洛菲菲 汉傻搞笑 不得不说 她诠释得非常完美 并且凭借这部剧 还获得了 年度网剧 最有潜力的女演员奖 除了在演戏方面的技能外 赵露丝还为此剧 演唱了插曲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全能的女孩 但要说到赵露丝 真正大火的巅峰时期 还必须要说 这部电视剧 传闻中的陈千千 2020年 这一部剧 可谓火爆全网 甚至有人评论称 只要你没断网 就一定知道 这一部网剧 确实 尽管剧组条件 比较简陋 但电视剧本身的剧情 非常有看点 主角的演技 也是一点也不拖后腿 尤其是赵露丝 在这部剧中 她不像之前那样 只有搞笑的戏份 反而出演了 很多高难度的片段 其中的哭戏 让人看得肝肠寸断 直接超过了 专业女演员的水平 凭借着这部爆火的电视剧 赵露丝的视野 也迎来了巅峰 获得了当年的 最佳女主角奖 可以说 赵露丝已经成功地实现了 从一般的网剧小演员 到专业女演员的逆袭 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女孩子 凭借着天赋和对演戏的热爱 终于在娱乐圈 混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对于赵露丝的成名之路 很多人表示不认可 一是因为她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名气 被很多人质疑 背后有资本炒作 二是因为她出演的 电视剧类型基本相同 都是网络填宠剧 这一类电视剧的演出 很可能并不需要 演员深刻的理解 和扎实的演技 对于这一切之一 赵露丝正面回忆 称网络上的填宠剧很多 但是甜而不腻的却很少 一部网络剧的成功 就在于主角能将角色的人物性格 体现出来时 并不会让观众觉得厌烦和刻意 并且出演这类剧 也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也是和所有演员一样 一次次恩机重复拍摄 直到最后让人满意为止 并且赵露丝也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表示自己之后 会慢慢向别的方向发展 不得不说 在成名之后 还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待大家的质疑时 不仅有自己的态度 也能听从大家的建议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然而 人红是非多 树大招风的道理 想必大家都懂 赵露丝的成名 确实进展太快 在娱乐圈 这个相互竞争的行业里 有的人资源好了 就势必会影响到别人的发展 尽管这个女孩子并没有黑料 却仍然少不了有心人的抹黑 就在赵露丝 事业发展一帆风顺之时 网上突然爆出了一张 著名导演于正的朋友圈截图 内容大一是指 现在的新人女明星 名气越来越高 直接将她删除好友了 并且还在下面 指名道姓的这个女明星 便是赵露丝 很快这张截图 便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不少人发言到 这个看起来单纯善良的女孩子 竟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好在随后 赵露丝工作室 立即发文 立正清白 赵女士本人并未删除 导演于正好友 看来这一切 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的绯闻 随后 于正也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总有人眼红 看不惯别人成名 这一场乌龙大战 也就此过去了 然而事情刚刚平息一段时间 网络上又传出了赵露丝 和肖战的绯闻 其依据也十分简单 便是赵露丝 经常给肖战的微博点赞 想必大家都知道 肖战凭借陈清令 这一部电视剧大火 并且拥有很多忠实的粉丝 这一对的结合 势必会引来很多粉丝的不满 瞬间 网络上的舆论矛头 便指向了赵露丝 对此他本人也十分无奈 只能再次出面向大家解释 两人关系不错 只是因为之前出演过 同一部电视剧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希望网友不要过度猜测 并且现在的赵露丝 一门心思搞事业 并无谈恋爱的打算 这位漂亮耿直的小姐姐 自成名以来便风波不断 但好在她是个坚强勇敢的姑娘 面对这一切不实言论 都能勇敢地站出来 维护自己的权益 希望单纯可爱的她 能够拥抱初心 做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也祝福她之后的事业 发展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